帮你冻析癌症本身 我们新的功能出现问题的 我们要及时调整 尤其是对于肿瘤抗疫情 速力战胜癌魔信念 你自己要放弃了 你就彻底被他手里淘汰了 国内第一党 专属于肿瘤患者的健康保抵 终结癌状态 让生命更美好 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终结癌状态 我是主持人徐良 最近几期呢 我们一直跟大家讲 肿瘤患者如何防止 复发转移 在上一期 李中教授介绍了 中医药抗癌法宝 故射法 那么还有哪些法宝 能够防止肿瘤的复发转移呢 今天 我们继续请李中教授 为我们解答 欢迎李中教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李中 著名中医肿瘤临床专家 北京中医药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主任医师 教授 世界中联肿瘤外治法专委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抗癌心思路 癌状态论 状态疗法创始人 北京卫视 养生堂主讲嘉宾 李教授 今天呢 想请您聊一聊 改变癌状态中的 六大法则中的调心法 听这个名字 是不是就指调节心情 其实这个调心啊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 那么其实我们大家 首先要了解 心在我们人体中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传统的中医啊 对心啊 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中医讲 心主神明 那么我们过去有一个词啊 叫病由心生 对对对 那肯定就是由于你的 思想出现了问题了 那么你的 就影响了心的功能 那么导致我们气血力乱 那么第二个层面呢 我们是一个更高的层面 那么我们说心 是五脏六五十大株 意思是人体的高级的免疫监控能力 它能够随时发现 我们身体里的任何的毛病 你看它如果说突然 我们心的功能正常 它就发现突变的细胞 我们把这细胞 及时消灭以后呢 就避免了癌症的发生 其实对于癌症转移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控制 第三个层面呢 我们说心还有什么 心足血脉 肿瘤患者的这个 往往出现一种高龄状态 血循环不行 那么出现一种瘀血的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下 如果我们心的功能增强 就可以避免这种瘀血的状态 改变我们身体内 这个气质血瘀的这种环境 那么避免了肿瘤的发生 那么还有呢 我们就讲心脏好比是太阳 那么它就足造万物 心为火葬嘛 所以你想我们调心 那么调了多少个方面 调了情字 调了我们免疫监控能力 调了我们的气血 调了让我们的这个身体 充满着能量 充满着阳光 所以我们说肿瘤的康部阶段呢 调心非常重要 心原来有这么多作用啊 我们怎么能知道自己的心出了问题呢 那么中医也认为呢 心呢 齐滑在面 其实我们一看这个人的面色怎么样 就知道这个心怎么样 如果我们一般面色红润啊 有光泽啊 这个精气神都很好啊 我们说这是新气血株 但是如果说出来这面色毁啊 老像这个脸上有一层灰扑扑的东西似的 就没有光泽 那么往往是心的气血出现了问题 从我们的舌头上也可以看到 那么我们说舌尖红的 往往是心火比较旺 舌有点愈暗的呢 往往是心的气血愈阻 那么我们说心如果出现问题 还会出现什么 像这种倦怠乏力 而且呢 感觉了心慌 我们说老心慌了 这心脏也有问题了 另外呢 记忆力不好 这个心脏也有问题了 失眠 其实我们在肿瘤幻想中呢 往往发现很多 说肿瘤幻想中 失眠 睡眠不好 对吧 情绪比较容易激动 而且呢 甚至出现一些 抑郁的一个症状 老觉得自己 没底气 所以这些都是心气不足 心虚的一种表现 既然心对防止肿瘤如此重要 我想替肿瘤朋友问一下 如何才能调心呢 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哪些重要具有调心 防止癌症复发转移的效果呢 帮你动习癌症本身 我们新的功能出现问题的 我们要及时调整 尤其是对于肿瘤的抗肌 速力战胜 癌磨信念 你自己要放弃了 你就彻底被这个社会淘汰了 国内第一打 专属于肿瘤患者的健康宝典 终结癌状态 让生命更为好 如何才能调心呢 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哪些中药具有调心 防止癌症复发转移的效果呢 我们说洗油新生 其实病也和重新生 那么就是说 我们高兴了 我们的心就快乐了 我们的气血就流通了 我们的身体里好的气血 就可以有效地控制癌症 避免肿瘤的复发和转移 目前有个研究也证明的是这一点 你看我们在日本 有一个有本书叫水制导的案 取各地世界各地不同的区域里的水 每个地方的水都分成两组 一组那么贴上快乐幸福愉快的这种标签 一组贴上非常恶毒的一些 不好的一些标签 冷冻以后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凡是快乐的舒畅的这种标签里头呢 那么这个冰化都是非常美丽的 而你那些非常恶毒的 非常丑陋的这种话语的这种瓶子呢 标签里的冰化是杂乱无常的 我们说人体啊 70%是水 我们这种水环境下 如果有一个快乐的心情 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肿瘤的这种发生 第二个环节呢我们就说真正的得了病 或者是在癌症的康复期 那么我们其实也用一些中药 帮助我们改善新的功能也非常有好处的 其中我们推荐一个药物叫远质 远质 又加了一味枣磷 所以叫远质枣磷汤 那么能够安神镇静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就非常熟悉的 就是我们临床经常运用的珍珠粉 珍珠粉大概都是美容的一个产品 其实珍珠粉里头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 那么我们不用珍珠粉呢 也可以调节我们的心情 改善我们的身体状态 通过刚才李教授的讲解 我觉得呢科学规范的用药和病人的积极心态 是临床疗效的关键 最后呢还请李中教授 给我们一个秋冬季防癌养生的小秘方 那么我们说这个冬季啊 也是一个养生的一个好季节 所以我们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个 美味的单身鸡 它是以单身啊 什么穿胸啊 这些中药为原料 那么配合我们美味的鸡肉 那么做成一个 我们说家里头可以尝试的这种单身鸡 可以意气养血 可以调心安神 可以提高我们的抗癌能力 好的 非常感谢李中教授的终极养生秘方 在这里也祝愿所有的肿瘤患者 跟我一样 保持一种乐观 积极向上的心态 癌症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害怕 在以后的节目中 李中教授还会针对肿瘤患者关心的问题 和我们一起终结癌状态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